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如何在 Photoshop 裡面 將一張彩色的圖片把它變成是一張灰階的圖片 另外我們也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如何製作出這種局部彩色的這種灰階圖片 好 那我們一起來做做看吧 好 那我這邊有一張鸚鵡的圖片 那在 Photoshop 裡面將圖片轉為灰階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到左上角去執行影像 調整 接著去選擇去除飽和度 那這個指令沒有任何調整的參數 所以你點擊滑鼠之後 這張圖片就馬上轉為灰階了 不過很顯而易見的 這樣的灰階圖片的效果並不是很好 即使這些鸚鵡原本的色彩非常的鮮艷 但是轉為灰階圖之後 他們明暗的層次卻完全都消失了 所以剛才執行的那個去除飽和度的指令 雖然操作上很簡單 但是卻常常不能得到很好的效果 好 那我這邊還原到上一個步驟 我到左上角去按一下編輯 選擇還原 那我們在先前的教學影片裡面 其實也曾經介紹過兩個 跟灰階圖片相關的指令 其中一個我們可以切換到調整面板 並且去增加色相飽和度調整圖層 那我這邊調整一下面板的大小 面板的中間有一個飽和度的滑感 那如果你把這個滑感慢慢向左拖曳的話 那這張圖片的顏色就會慢慢消失了 當這個滑感拉到最左邊的時候 它的效果就等同於我們剛才所執行的 去除飽和度這個指令 好 那我把這個調整圖層把它刪除掉 我到圖層面板裡面去 把色相飽和度把它直接拖曳到 右下角的垃圾桶 那另外一個我們介紹過的灰階功能 我們可以同樣切換到調整面板 並且去增加漸層對應這個調整圖層 那這個漸層對應呢 是根據這張影像原本的明暗分布 把它對應到一個漸層色上面 也就是說它把這個影像最暗的地方 把它對應到黑色 那影像中最亮的地方把它對應到白色 那你會發現這個漸層對應的功能呢 其實在預設的情況之下 就已經比先前的去除飽和度的效果來得好了 不過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一個更強大的灰階製作工具 所以我這邊同樣先把漸層對應 再次把它刪除掉 那我們同樣切換到調整面板 那這一次我們來增加這個強大的黑白調整圖層 那這個功能最有趣的地方 是可以針對不同的顏色來進行明暗調整 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想讓這隻鸚鵡的顏色變得比較亮 那我可以先確認一下它的色彩 那我可以到圖層面板裡面去 先把這個黑白調整圖層先暫時把它關起來 那這樣子我們知道說這個鸚鵡的顏色是黃色的 那我們把這個調整圖層再度把它打開 那你這個時候如果到上面的面板來調整黃色的滑感的話 那你就會發現這個滑感呢就只會去調整這個黃色的那個鸚鵡 當然如果我們每一隻鸚鵡都需要到圖層面板裡面去觀察它的原始色彩的話 那顯然這個方式非常的麻煩 所以我們這個黑白調整圖層呢 它有提供了一個顏色偵測的功能 那我們可以直接在這個面板裡面去按一下這個手指頭的按鈕 那接下來的步驟就非常神奇了 你可以直接在你想要調整的鸚鵡身上 左右拖曳你的滑鼠來調整它的明暗 像右邊這隻鸚鵡如果我希望它稍微亮一點點的話 同樣滑鼠移到它的身上按住滑鼠左鍵不要放向右拖曳 就可以把它變得稍微亮一點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完成一個層次很豐富自由度又很高的灰階圖片 那黑白調整圖層呢它也有提供增加色調的功能 譬如說我想替這張照片加上一個核色調的效果的話 那我可以直接把這個色調的選項把它打勾 那如果要調整色調的色彩 我們可以直接去按一下右手邊的色塊 並且在檢測器裡面去調整我們所需要的顏色 最後再按一下確定按鈕 那黑白調整圖層呢也可以很輕鬆的做出局部灰階的效果 以這張圖片為例 如果我希望把這張圖片轉為灰階之後 蘋果仍然保持紅色的話 我可以到調整面板 把黑白調整圖層把它加入進來 那如果你去觀察圖層面板的話 那你會發現其實在Photoshop裡面 每一個調整圖層呢 其實它都有附上一個圖層遮色片 那這個遮色片呢 它本身就是一個畫布 你可以直接使用筆刷工具來進行繪製 那我們目前所看到的遮色片呢 全部都是白色的 代表這個黑白調整圖層呢 完整的影響到底下的背景圖層 那如果我希望蘋果的地方 不要受到黑白調整圖層的影響的話 那我可以把遮色片把它點選起來 接著到左手邊啟用筆刷工具 並且到底下將前景色把它設為是黑色 那你可以到影像中間按一下滑鼠的右鍵 來調整筆刷的大小 接著就可以直接在蘋果上面做一些簡單的塗抹 那你這個時候就會發現在遮色片裡面呢 被我們塗出了一個黑色的區域 那這個區域呢 就是不受黑白調整圖層影響的區域 所以如果你使用筆刷工具在它的手臂上隨便塗抹的話 手臂的顏色也會回來 當然如果我們想要還原這個區域的灰階效果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把我們的筆刷把它切換為白色 並且直接去塗抹你想要還原的區域的話就可以了 那這個技巧可以拿來製作很多有趣的效果 那以這個圖片為例 我們同樣可以到調整圖層 去增加黑白調整圖層 接著同樣到左手邊把筆刷工具叫出來 前景色把它設為是黑色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塗抹你想要保持彩色的地方 那我們在Photoshop裡面 除了可以把圖片轉為灰階之外 我們也可以反過來 把灰階的圖片把它轉為是彩色 那以這一串香蕉為例 我可以到圖層面板裡面 我先去增加一個空白圖層 接著我到左手邊啟用筆刷工具 並且到底下去按一下前景色的方塊 那我把前景色把它設為是一個黃色 按一下確定按鈕 那你這個時候如果直接使用筆刷去上色的話呢 你會發現你的色產能會直接覆蓋掉底下的香蕉影像 所以我們這邊要去更改這個圖層的混合模式 那我們把這個混合模式把它改為是顏色 那這個顏色混合模式的原理非常簡單 它將兩個圖層進行混色的時候呢 會使用上方圖層的色彩 但是又會同時保留底下圖層的明暗度 那我們可以繼續完成這個香蕉的繪製 我把這個圖層1再度把它點選起來 並且把香蕉塗滿黃色 那接著我到左手邊 再把前景色的方塊再度把它打開 並且設定一個綠色的色彩 按一下確定按鈕 那我使用這個綠色的筆刷 稍微塗抹一下香蕉頂端的地方 當然你可以繼續再使用更多的色彩 把這個香蕉塗得更漂亮 不過你真的會發現這個顏色混合模式呢 在上色的時候是非常好用的 那我們今天針對灰階的圖片就介紹到這裡 那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